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触带艾 非计好英文 现在先跟大家看看 本港股市的最新情况 看到恒生指数 今天终于升了 暂时升185点到18420点 国企指数升68点到6231点 而成交方面 看到暂时有848亿的成交 亦和大家看看焦点股份的表现 因为隔晚中午的时候 领战出了业绩 昨晚股价跌下来 今天早上创了7个月的深低之后 但是随后看到有反弹 看回业绩公布去年度 每基金的单位分牌减少1成 普遍大行认为领战去年度的分牌比预期少 只要因为利息高 令到财务成本急升 抵消了本港租金收入改善的关系 未来随着疫情之后 经济逐步向好 加上公股的他博效应 已经大致反映 相信领战在2025至2026年 从DPU有望回复到高单位数的增长 普遍大行对领战的看法 又不算太淡 因为目标价差不多60元以上 虽然部分大行都调低目标价 好像高盛 随着本港经济好 相信领战之后有能力加租 都是轻微调低目标价 看到64元有一个买入的评级 帅银说领战今年内地的零售逐租 租金调整率 预料会有一个增长的步伐 目标价是62.5元 而摩根斯坦尼说 他的全年分牌差过预期 但目标价不变 都是62元 花旗就觉得他明年的预测股息率 大概是6.2厘 接近历史的高位 调升他的目标价是61.4元 现价领战其实都报在45.7 暂时升0.4% 距离大行的目标价60元以上 其实都有超过15元的水位 之后领战会不会捉下底 有待观察 之后跟大家看看金钱 因为今天看到是2099 特别强势 暂时升5% 跌在32.8元 美国国债知识率下降 帮助了金价提震 礼拜三的时候 看到最后一个交易率 金价升上来 金价每公司1982.1美元 升0.3% 亦是5月24日以来最高 看到有大行也预计 中期在美国衰退和货币政策 正式转向的作用之下 美元指数会继续下跌 黄金就保持一个升势 年底有望上行到2200附近 五毛洲和纽西兰银行集团商品策略师 亦都在之前表示 金价预估 会在每安市1900美元至2100美元的区间波动 金价将持续受到黄金ETF 避险买盘的支撑 到年底有望升到2300美元 普遍有些分析师对金价的看法都是正面 再之后看看油 因为其实昨天特别看到中海油 都跌得挺恐怖 跌4% 三桶油的走势昨天都比较差 但今天胆上来 但实际上看到油价 因为最新出了内地的五月经济数据 差过预期人民币进一步走弱 隔晚油价也再跌2% 美油暂时在68美元附近 报油接近70美元每桶 五月份计看到油价都跌了超过9% 亦都双双创了去年9月以来最大的单月跌幅 彭博社亦都调查大多数市场观察人士预计 在今个星期末周末 在维亚纳举行的会议上 OPEC亦都将会维持产量不变 而昨天看到北水上天 是抛售中海油录得6.37亿元的淨流走 但今天中海油也有买盘支持 由跌转升 暂时升1.5% 站在11.96这个位置 再之后和大家看看强制股 1797 东方欣算了 其实股价不升 在今个星期 累计升了2.7% 最新大和亦都出了报告 他说 仍来录100电商截销售期 东方欣旗下的美丽生活 直播期间 在5月27日的商品交易总额单日 创了8千万元人民币的新高 公司旗下的六个渠道 商品交易总额一共9千万元人民币 也录得去年12月28日以来的新高 该行预料即日起到6月18日 东方欣算旗下的美装、家房、家电等 特卖活动将会令到 美丽生活渠道单日GNV有所上升 基于东方欣算在2023年财年下半财年的表现 估计公司在下半财年的GNV 介乎53亿至56亿人民币 看得出大行对于东方欣算的前景 暂时看高一线 最后和大家看看豪赌股 虽然现在的时务正在升至84点上来 但豪赌股暂时没有什么升势 好像只有金沙升0.1% 银鱼暂时还要跌0.5% 最新亦出了一些赌收数字 澳门政府公布2023年5月澳门博彩 无收入是155.65亿澳门元 按年增长3.66倍 按元增加6% 相当于2019年同期的六成 综合今年首五个月澳门年代 博彩无收入是649.29亿澳门元 按年增长1.7倍 相当于疫情前的5成2 不过出了这个数据之后 虽然看到有一个增长在 但豪赌股暂时未有升势 今集跟大家谈论 我们下期会有其他直播节目 下期见